幾元而已 成價比例 一分錢一開放 這個很快手 一比六隻狼狗 德國狼狗 DiG 專門出二戰產品 對上好像出一隻老虎狗 現在又有狼狗 是否因為之前出過冰人 又出過狼狗 其實這種狼狗 是最多冰人提出 因為無論是二戰期間的 二戰期間的德軍 甚至是現代的警察 甚至現在很多的警察 每個都會用這隻 它都是Poly 不是很像 很實 Poly 為什麼會用Poly 相對毛的紋 會出得到 如果你用PVC 會圓 你用ABS是尖 但是就出不到 人性化或者動物性的 一種不規則的形狀 我想的很多都很漂亮 還有近期 有一些一比六動物的風潮出現了 很多人玩一比六動物 尤其是狗仔 不同種的狗 你不一定要配兵人 不一定要配特殊部隊 還有阿笨阿尖 對阿 有些大清晶 總之就是 其實有一班 有班collector 就會專注動物的公仔 嗯 而坊間 一直都存在動物的 叫做Polystone 或者動物的小型雕像 但是質量就差 一些 其實以前就有的 但是擺設 就不是冰人 對阿 還有一些美國牌子 出得很漂亮 以前出了很多這些 都很貴 但是現在冰人界 就踩了過來 就便宜了很多 對 DK街踩過來 就做得更漂亮 或者便宜 因為其實 有一個牌子 我介紹過 就是阿笨那個 就是Mr.EZ 其實他是大陸 很知名的圓形師 那你對拿捏動物 你知道他們是毒尾尊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刁毒物 所以他們是比較 家興就熟的東西 但是他們加上 一些 生產的管理 賞識 出武 其他他們做得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是超越了以前 我們那些動物 那些動物 Polystone的擺設 所以 DID 可能都趁熱鬧 因為他們自己 又配合到他們的產品 所以就出了一些 我有優吉義 我就是很漂亮 其實那天出了之後 其實坊間有人翻版 是嗎 有人抄 因為出得很漂亮 出得是不錯的 其實動物呢 我也試過做過 自己的產品 但是真的有少少困難 不是說 那麼容易做一隻狗 就是狗 因為有時候 動物的毛色 不同狗的毛的長度 厚度 其實很不同 認識狗的人就知道 然後 我們發覺 最近出的狗 比較漂亮 很多是愛狗的人 會來買這些產品 對 那邊有另外一個市場 我覺得是好的 好過在同一個 原生市場上 繼續在爭 用價格 或者用快 不知什麼方式去爭取 而是去開拓多一點 大型市場 這個狗 真的很多 除了這隻狗 有很多種類的大型狗 大型狗 大型狗是受歡迎一點的 但原來有些 例如哥基 或者是一些 士納莎 其實那些都挺受歡迎的 不如出貓 如果貓 我都有機會 其實貓貓漂亮 主要是 但是現在可能 日本的扭蛋 那些有多 但是那些又未到 美到這些形態 對 你留意口部 那些相識 你就知道 舌頭 牙齒 那些 扭蛋 核蛋 就不會做到這種 的相識 我沒有細節去看 這隻狗 的相識 但是 會不會跟 Mr.Ease比較 也是很接近的 那 也恭喜他們 因為其實 他們不是丟開狗 所以 我覺得也做得不錯 好 說完了 這條皮帶 真皮帶 就這麼簡單 沒什麼說 沒有可動關鐵 好 那我們要說最後 今晚一個的部分 部分 部分 要Walker 大家也要幫忙 因為時間關係 是有些 老友都 跪了家 你好 你好 我們這裡 幫忙 幫忙 這裡 這裡